新冠肺炎疫情 出现在抗议第一线 老锐连说 眼看着疫情来势凶猛 警队的同事们都坐不住了 他们互相倾谈了想去支援抗议一线的想法 一拍即合 我们在2月12日 我们正式出通告去招募我们警察抗疫的义工 短短在两天之内 我们收到400位的同事 就申请要求加入我们的专队 经过我们的筛选 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 还要对抗黑暴 对香港的摧残 我们就选了 大概70位的后勤的支援人员 去参加我们的核心抗疫的工作 很快 一支为数230人的警察抗疫专队成立了 成员包括90名现役后勤 及140名退休警务人员 他们迅速分布在三个隔离中心 及三个出入境口案 以自身安全为盟 守卫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警察的心 无论是罪案也好 好像现在的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同事的心 就是只要我能够做 我可以做 他们都一定会去做 其实为什么要做警察 就是因为好心是香港 好想帮香港做多些事 要维持香港的治安 不容易我们愿意去做 在社会有困难的时候 只要需要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不分 那个工作的性质 那个究竟是有多困难 其实只要是可以做 我们都会想办法去做 从防暴衣到防护衣 从抗暴到抗疫 相同的是保护市民的使命感 不同的是两种制服下的心情 唐尚伟是一名前线警员 穿脱防暴服无数次不曾皱眉 如今脱掉防护衣 却要小心翼翼 我们穿起制服的时候 就有一份使命感 去帮助市民 去警惡呈肝 但是穿起这套抗疫的保护衣 穿起的时候反而不困难 在脱的一刻才是最困难 因为脱得不好 有机会将这些病毒和細菌 感染了大家 也都感染了自己 唐尚伟在隔离中心 负责派送物资和饮食 在他所服务的隔离对象中 时而也能预见街头暴力中的旧相识 其实有时我们在检疫中心 都见到一些可能是 可能曾经参与过暴动的人士 我们在一些 他们的物品 或者可能他们的面貌 我们其实适应得到 我们不会因为他犯过事 而不帮他 也都不会说 这样下定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或者一个坏人 我们也都会用一个平常人的心态 去对待他 一事同仁 那是我们警察做人的态度 做义工并不意味着 可以放弃本职工作 自愿报名加入抗疫专队的警员们 每天除了要在抗疫一线工作 12小时之外 还要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来完成警队的日常工作 对此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曾亲赴抗疫一线 穿起防护衣 与警员并肩作战 处长就跟我们一样 穿那个保护衣 他也跟我做的东西 对事情都一样的 他也跟我说 他知道我们平常的辛苦 还有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处长 他都跟我们并肩的作战 就是一种动力吧 香港警察在过去数月的 休礼风波中 饱受污蔑和非议 疫情之下再度挺身 更希望能靠自身温暖 去融化城市兼兵 抗疫专队副队长李志良说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 无论是医务人员 或是一个警察 为了香港好 大家应该放下一切成见 重量从香港的角度出发 互相捕捉 互相有一个不同的配合 才可以令到这件事件 会做得好 华微冷对千夫子 苦手甘为香港谋 这个就是我们做警察的态度 我们是不会理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香港最前的防线 亦是最后防线 可以引用一句句子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我们做的事 始终有一天 别人是会明白的 感谢观看